你为什么总是不高兴? 作者白岩松 在中国,人好像总是不快乐 学生抱怨作业多 白领抱怨工作累 妇女抱怨家务忙 官员抱怨应酬多 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一脸愁容呢? 缺失信仰 为什么我们周边的黑人 墨西哥人靠领救济 甚至街头要钱度日 却整天乐乐呵呵呢? 为什么这么多华人 有些人事事顺意 却依然郁郁寡欢呢? 说到底是华人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 现在中国人抛弃了信仰 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 人生失去了方向 也就失去了驾驭快乐手段 导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选择了不快乐 我们每个人的快乐 烦恼和痛苦 都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 而是我们看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就像尼尔顿说的 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 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 没有信仰 就容易把价值观建立在一些外在事物上 甚至是相互比较上 仰望别人的成功 感觉自己的卑微 仰望别人的幸福 感叹自己的不幸 比较别人的得志 愤然自己的失忆 比较别人的快乐 放大自己的苦痛 爱攀比 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用来攀比 孩子从小就被拿来和别人家孩子比较 比较成绩 能力 拿的奖状多还是少 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 等毕业出来工作 又被比较工作够不够好 薪水优不优厚 福利多不多 长期至于 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和比较之下 久而久之 自己也就习惯性地养成攀比的习惯 我比不比别人优秀呢 我的吃穿用的 比不比别人好 攀比成习惯 自然不快乐 别人有了自己没有 于是要努力去拥有 拥有了 如果能快乐 不然好 最怕是拥有了之后 发现别人又上了新的层次 从而又增烦恼 更别说 有些东西是 人穷尽一生 都没办法拥有的 当人们追求的不是幸福 而是比别人更幸福时 快乐就要远离我们了 对美好事物不感动 东风无一事 装出万重花 我们可能没有创造美的能力 但对于大自然创造的美 对于他人创造的美 我们是否去欣赏呢 我们似乎总是脚步匆匆 对自然美 艺术美 心灵美 生活美 创造美 我们常常视而不见 昏然不觉 如果我们能为了欣赏路边的美丽花朵 而停一下匆忙的脚步 因为叶子随风摇曳飘落的美态 而心头柔软 看到小孩纯真无邪的笑脸 而心生喜悦 那么我们能感受到快乐的时刻 将会多很多 不懂得施舍 宋代张商英说 乐慕乐于好善 一个懂得付出 而不是单单所要的人才会快乐 施舍不是富人的专利 向灾区捐赠几个亿的施舍 给陌生人一个微笑 也是施舍 大嘴美女姚晨 担任联合国难民署 中国区代言人的第三个年头 过去三年 他先后到过菲律宾 泰国和安塞俄比亚的难民营 他说 每当我背起背包 到世界各地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也感到正能量回到了我身上 做上这份工作 有梦想成真的感觉 姚明则说 我做公益 做慈善的最终目的是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净化自己 使自己升华 到最后 得到帮助的是我自己 让我感觉到 我对这个社会有用 单调与规律 中国人缺少生活的热情与娱乐 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 学生的生活是三点一线 为了小生初 出生高 和高考而活 人生单调的似乎 只有学习和书本 职场人的生活 也是上班 吃饭和睡觉 宝贵的周末时光 竟用来休息也不够 而懒得出去 郊游或娱乐 也许到了老年 才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游玩 却是身体不争气 经不起四处出游 大吃 大喝了 为什么富士康 在短短的时间内 会发生多起跳楼事件 因为人不是灰色的蚂蚁 人生过分的单调和规律 会使人失去快乐 焦虑无处不在 中国人也无时无时无刻 不出在焦虑之中 焦虑社会不公 焦虑没钱没权 焦虑物价依然飙升 焦虑食品不安全 焦虑子女教育 焦虑环境污染 似乎总有焦虑不完的事 但是 只有无忧无虑的人才会快乐 总在忧虑 哪有时间快乐呢 压力太大 中国文化一向强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些责任总会或多或少地 赋予到中国人的身上 形成他们的压力 中国人面对的压力非常多 工作的压力 成家的压力 抚养子女的压力 人际交往的压力等等 而在这些重压之下 他们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去缓解这些压力 日期月累 这些压力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不快乐 甚至伤及他的健康 不敢坚持做自己 妈妈的期望 爸爸的期望 姐姐的期望 中国人被很多人期望着 从而不能坚持做自己 一个人要成为父母的好儿子 妻子的好丈夫 儿子的好爸爸 朋友的好伙伴 同事的好搭档 唯独不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自己总和自己打架 自然也很难真正的快乐 心灵的封闭 早在1979年 美国有个学者就写过一本书 《美国人心灵的封闭》 书中说美国人的心灵都关闭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美国青年人没有了远大的理想 只是热衷于眼前繁华的物质世界 疲于奔命于琐碎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 是不是也将自己的心灵关闭了呢 要知道 即使在最穷困最危险的境地 只要你能打开心灵 也总是可以发现 是自己快乐的东西